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國際風雲 我是薛然 今天是美東時間6月30號 星期四 來看今天新聞的主要內容 近日 澳洲和加拿大兩國都相繼指控 本國的軍機在國際空域 遭到了中共共軍戰機的攔截和騷擾 不料 中共國防部今天揚言威脅 針對澳洲和加拿大的軍機來一次 反制一次 後果自負等囂張的言論 中共軍方在這樣做 引發了國際社會的關注 近期 澳洲政府指控該國一架P-8A反潛巡邏機 在南海遭到了中共戰機的攔截 此外 中共戰機還朝巡邏機拋撒雷達干擾片 對此 澳洲總理埃班尼斯強調 這起事件是發生在國際空域 並批評共軍此舉非常危險 同時 加拿大軍方也指控 該國偵察機近期在太平洋 執行聯合國制裁北韓決議的監控任務時 遭到了中共戰機的騷擾 迫使加拿大軍機不得不偏離原本的飛行路線 以避免與中共軍機發生碰撞事故 面對澳洲和加拿大政府的指控 中共國防部6月30日下午舉行例行記者會 國防部新聞發言人唐克菲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表示 針對澳洲和加拿大的戰機 中共軍機會來一次反制一次 不請自來者後果自負 中共軍方無視國際法規甚至如此囂張的揚言威脅 著實讓國際社會擔憂 因此 針對來自中共與日俱增的軍事威脅和恐嚇行為 加拿大政府近日宣布將投入1,123億升級北極飛彈防禦系統 綜合媒體報導 近期加拿大國防部長阿南德宣布 加拿大將在未來6年投入49億加元 升級北極空中和飛彈防禦系統 來應對中共軍隊的高超音速飛彈等新技術的威脅 據悉 主要負責整體北美領空的控制及監視 和整體北美領空的防衛的北美防空司令部 將推出全面升級更新計劃 其中包括部署遠程感測器和用於追蹤地面移動物體的衛星 並更換北方預警系統 就是設立在極北地區的雷達站 這些雷達站原本的作用是監測北冰洋 新設備的雷達將擴大監測太平洋和大西洋 對此 加拿大國防部長阿南德強調 當前威脅環境已經改變 隨著我們的威脅不斷發展 我們的防禦能力也必須不斷升級 目前 烏俄的戰士仍在繼續 近日敘利亞官方宣布 承認親俄的頓內茨克和盧干斯克獨立 對此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立即於當天宣布 烏克蘭與敘利亞正式斷交 引發外界的關注 綜合外媒報導 俄羅斯今年2月承認烏東分離主義分子把持的 頓內茨克和盧干斯克獨立 這兩個地區處於俄羅斯入侵的中心頓巴斯地區 2014年起脫離了烏克蘭當局的掌控 而敘利亞政府率先承認這兩個分離主義地區 為獨立共和國的行為 則激怒了烏克蘭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於6月29日在Telegram上發影片表示 烏克蘭與敘利亞將不再有任何往來 同時也警告敘利亞 國際社會對敘利亞的制裁將會更為沉重 澤連斯基還形容敘利亞的舉動是毫無價值的故事 日前 敘利亞外交部向敘利亞官媒 阿拉伯敘利亞通訊社表示 敘國決定承認敦內茨克及盧干斯克為獨立國家 並且擁有該地的主權 還說將與這兩國建立起溝通管道 加強雙邊外交關係 而就在發出這項聲明之後 敘利亞也成為了除了俄國之外 全球唯一承認敦內茨克以及盧干斯克獨立的國家 據悉 敘利亞與俄國是相當親密的盟友 在敘利亞內戰爆發時 俄羅斯大力援助小阿薩德政府 抵抗反政府軍的威脅 除了提供武器以外 還向敘利亞派兵援助 而這次敘利亞官方的聲明 也正是旭俄結盟的高度展現 7月1日是香港主權移交的25週年之日 6月30日 中共領導人習近平與夫人彭麗媛 於下午3點15分時乘高鐵專列抵達了香港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等人在月臺迎接 港府還安排了大批中小學生和工作人員 手持紅旗和花束到場歡迎 習近平發表講話說 香港經受了一次次嚴峻考驗 戰勝了一個個風險挑戰 經歷風雨之後 香港浴火重生 呈現出蓬勃的生機 事實證明一國兩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 能確保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維護香港同胞的福祉 香港實業家袁弓夷透過推特發表視頻 對習近平喊話說 香港人不歡迎你防港 他痛斥道強加在香港的國安法 破壞了香港司法獨立 資產得不到司法保護 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一落千丈 短期內淪為了另一個 被人民幣服務的金融中心 現居住在臺灣的香港律師 時事評論員桑普對希望之聲表示 2020年以後 中共實施港版國安法 篡改香港選舉制度 瓦解香港傳媒以及公民組織 毒化香港教育 濫捕濫訴濫求 很多香港人相當悲憤 敢怒不敢言 習近平到訪前 香港警方一早已經在港島 九龍以及新界等地區 進行嚴密的保安工作 通往西九龍高鐵站的道路 30號一早已經封閉 大批警員在高鐵站附近戒備 舉行主權移交25週年大會 及新一屆政府就職典禮的會展中心 以及附近一帶 保安更加嚴密 周邊的多條道路封閉 警方設置大型水馬 截停經過的車輛 港鐵會展站關閉直到7月1日下午 由於盛傳習近平會視察科學員 科學員部分範圍改為了封鎖區 禁止市民入內 附近的居民表示 一直有直升機在空中來回盤旋 不少香港市民30號被迫改用其他交通工具 去目的地 有司機透露 各區的交通都十分擁堵 另外早前已經表示 不會在7.1有任何抗議行動的 社民聯主席陳寶瑩 30號下午發文表示 有6名成員昨天被國安警察上門搜查 並被帶往不同的警署約談 提醒7.1不要有示威行動 約談詳情不便透露 臺灣華人民主書院理事長曾建源對本臺表示 過去香港媒體在法治的保障下都非常活躍 現在雖然有國安法的紅線 但是一些媒體還是會恪守他們的原則 臺灣國策研究院資深顧問陳文甲認為 習近平想要彰顯已經對香港實踐有效控制 另外他馬上面臨在中共二十大上謀求連任的問題 反習勢力正在暗中發力 所以此時他一定會嚴加管控輿論 英國《金融時報》週四報導 一家中國科技公司誘騙了一些大學畢業生 為其從事間諜工作 卻向他們隱瞞了真實的工作性質 《金融時報》根據一份由中共國安官員 整理的拜卸名單 聯繫了140名求職者 他們大多剛從海南、四川和陝西等地的公立大學畢業 此前學過英文 這些人都在看到了海南、鮮頓科技開發公司的招聘廣告之後 提交了求職申請的 報導說應聘者需要通過一些翻譯測試 而他們翻譯的是從美國政府部門獲取的敏感文件 和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研究人員的指導文件 報導說這些畢業生似乎是在不知情的情況下 被誘導做了間諜工作 因為海南、鮮頓的招聘廣告中並沒有說明工作性質 2021年美國政府指控海南、鮮頓的後臺 是代號為APT40的中國黑客團隊 西方情報機構還指控 這個團隊奉中共國家安全部的命令 對美國、加拿大、歐洲、中東等地的政府部門、企業和大學進行滲透 目前任職網路安全公司的美國前FBI官員柯吉表示 中國國家安全部所做的一切十分不正式 他們喜歡灰色地帶 值得注意的是 他們依賴年輕學生去做許多會弄髒手的工作 而這可能會對年輕人日後的人生產生連鎖效應 但他們很可能不會對這些年輕人充分說明潛在的風險 這些大學畢業生可能因此受到終身影響 因為他們一旦被視為透過校立海南仙頓 而與中共國安部建立合作關係 就可能難以在西方國家生活與工作 而這本來應該是許多學生學習外語的一大動機 美東的6月30日也是中國大陸的7月1日 由中國民主人權聯盟、美國民主中國陣線主辦 中國民主黨等其他一些中國自由人權組織及中國人權活動人士 在美國首都華盛頓DC舉行傑出中國民運領袖王炳章研討會 抗議中共的遊行、焚燒中共黨旗等系列反共活動 呼籲停止殺戮、釋放政治犯和宗教犯 制止中共滲透美國 他們稱中國共產黨的生日為中共惡日 民主自由領袖王炳章博士20年前被中共強加罪名 從越南綁架到了中國大陸之後被判處無期徒刑 現在仍然被中共關押在廣東、韶關、監獄 下午2點開始 在華盛頓DC家庭研究委員會 為王炳章舉辦現場以及網路連接世界各地研討會 與會者強烈呼籲立即釋放王炳章博士、高智晟、黃旗等所有政治犯 譴責中共對政治犯和宗教信徒的迫害惡行 活動組織者之一 中國民主人權聯盟、中國民主陣線主席 金秀宏在研討會首先發言 他在介紹王炳章先生時說 王炳章先生 他在被騙到越南邊境去以後 很快立即就被中共所謂的逮捕 實際上是綁架回國了 他消失了六個多月 然後我們所聽到的是什麼呢 是這位傑出的中國民運領袖 被中共嚴厲的懲罰 第一位判為無期徒刑 為什麼 就是因為王炳章先生 他不但有一個對中國人民的忠誠 要為人民爭取自由、民主和他們的權利 而且他知道怎麼做 他成立了第一本中文的中國之春雜誌 他也親手遞藏了第一個中國民主運動的組織 這就是中國民主團結聯盟 也就是說簡稱是中國民聯 我們今天在這裡的有幾位老將 都是王炳章先生過去的老戰友 他們至今還戰鬥在民主運動的第一線 他們沒有後退 王炳章博士為我們做出了傑出的榜樣 他在中共的監獄裡熬過了20個黑暗的日月 但是他從來沒有低頭 他不像有些人似的 回國以後就供出所有其他國內的人 讓別人去被逮捕 今天我們在這裡 是歌頌這位傑出的民運和人權代表 而且他是我們一位傑出的領教 陳光誠律師發言時 從法律的角度談到了營救王炳章先生的可能性 但是陳光誠隨後又否定了這種做法 剛才這位朋友所說的王炳章所犯的 不中共的 這些指控全部都是不居為有 還有楊先生說的這些 我們都可以就此展開這個營救活動 那像台灣出具的這個公告 具有法律效率的公告 可以突破轉禮銷 到美國這自由世界以後 讓他們放大 把這個力量在壓力回到中國那兒 從法律上講也不是沒有可能 讓王炳章博士獲得自由 因為法律上這些東西證據不足的話 這個是可以改善 這是從理論上講是這樣 這是我要講的第一點 第二點我也想聽大家說 在無論是過去我們的經驗 還是現在我們看到的事實 以及未來我們要做的事情 就是我們要強調一點 中共將一個邪惡的魔鬼政權 及人類的邪惡於一身 我們是沒有辦法簡簡單單的通過 這種法律程序或者說 這種跟他講道理的方法來解決問題 事實已經沒證明了 他根本就不可能跟你講道理 歷時一個半小時的研討會結束之後 眾人一道前往白宮集會演講遊行 觀眾朋友 習近平七一的時候去了香港 並說香港是浴火重生 呈現蓬勃的生機 您是怎麼看他這番講話的呢 歡迎留言分享您的觀點 如果您想支持希望之聲TV的頻道 就請幫助我們點贊和轉發 感謝您的收看和支持 明天節目再見 明天節目再見